阿摩斯书第一章 体格亚的牧人阿摩斯在犹大王乌西亚和以色列王约阿什的儿子耶罗波安做王的日子 大地震前二年所见的意象 就是有关以色列的话记在下面 他说 耶和华从西安吼叫 从耶路撒冷发声 牧人的草场因刺干旱 加密的山顶枯干 耶和华这样说 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犯罪 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 因为他用打鼓的铁器揉令激烈 我必降火在哈薛的王宫 烧毁汴哈达的堡垒 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 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 以及伯伊甸掌权的首领 亚兰的人民也必被掳至吉尔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这样说 加萨三番四次犯罪 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 因为他带走全部的俘虏 交给伊东 我必降火在加萨的城墙 烧毁他的堡垒 我必检除亚石图的居民 以及亚石基伦掌权的领袖 我必伸手攻击以格伦 把余生的非力士人都灭绝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这样说 推罗三番四次犯罪 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 因为他把全部的俘虏交给伊东 并不纪念与兄弟所立的盟约 我必降火在推罗的城墙 烧毁他的堡垒 耶和华这样说 以东三番四次犯罪 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 因为他拿刀追杀他的兄弟 没有丝毫怜悯 他的怒气不断爆发 他的愤怒永不止息 我必降火在提曼 烧毁波斯拉的堡垒 耶和华这样说 亚门三番四次犯罪 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 因为他为了扩张疆界 甚至剖开凄烈孕妇的杜妇 在战争之日的呐喊中 在风雨天的暴风中 我必在拉巴的城墙放火 烧毁他的堡垒 他的君王必被掳走 君王和官员一同被掳 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摩斯书第二章 耶和华这样说 摩押三番四次犯罪 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 因为他把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 我必降火在摩押 烧毁加略的堡垒 在扰攘、呐喊、吹脚声中 摩押必被消灭 我必减除他的掌权者 也把他所有的领袖一同杀死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这样说 犹大三番四次犯罪 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 因为他弃绝耶和华的律法 不遵守他的典章 反被他们列祖跟从的偶像 使他们走错了路 我必降火在犹大 烧毁耶路撒冷的堡垒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 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 因为他为了银子卖艺人 为了一双鞋卖穷人 他们践踏穷人的头 好像践踏地面的尘土 他们把困苦人应有的权益夺去 儿子和父亲与同一个女子亲近 故意亵渎我的圣名 他们在各祭坛旁 躺握在别人抵押的衣服上面 在他们神的殿中 饮用拿剥削回来的钱所买的酒 我不是在他们面前 把亚摩利人消灭了吗 亚摩利人虽像香薄树高大 像橡树那样坚固 我却要灭绝他树上的果子 拔除树下的根 我不是带你们出埃及地 领你们在旷野度过四十年 叫你们得着亚摩利人的地位业吗 我从你们子孙中兴起先知 从年轻人中兴起拿戏尔人 以色列人啊 这不是事实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但你们迫使拿戏尔人喝酒 吩咐先知说 不要说预言 看啊 我要使你脚下的地摇荡 好像满载和捆的车子摇荡一样 行动迅速的不能逃走 强而有力的不能施展他的勇力 勇士也不能救自己 拿工的人站立不住 跑得快的不能逃走 骑马的也不能救自己 到那日 最勇敢的战士也是赤身逃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阿摩斯书第三章 以色列人啊 要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这些话 就是攻击他从埃及地 领上来的以色列全家 说 地上万族中 我只拣选了你 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 二人如果没有约定 怎会同行呢 狮子如果不是捕获猎物 怎会在临终吼叫 少壮狮子如果没有捕获什么 怎会在洞中咆哮呢 如果没有尔 雀鸟怎会掉在地上的网罗中 网罗如果没有捕获雀鸟 怎会从地上翻起呢 城中如果吹起号角 居民怎会不惊慌呢 灾祸如果临到某城 不是耶和华所降的吗 如果主耶和华不先把计划 向他的仆人众先知显示 他就不会做任何事 狮子吼叫 谁不害怕 主耶和华宣告 谁敢不带他传话 要向雅实图和埃及的堡垒宣告 你们要在撒玛利亚山上聚集 观看城里极大的骚乱和城中的暴虐 这些人不知道怎样行正直的事 只管在他们的堡垒中 积聚暴行和弃压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敌人必围攻这地 使你们的势力轻腹 抢掠你们的堡垒 耶和华这样说 牧人从狮子口中 只能夺回一只羊腿和一脚耳朵 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 获救也是这样 他们只剩下一脚床踏 半边入子 你们要听 要向雅各家作证 这是主耶和华万军之神的宣告 我追逃以色列的贝逆时 必要惩罚伯特利的祭坛 坛脚必砍下 跌落在地 我必毁坏冬天和夏天的别墅 用象牙装饰的房子 必破烂 宏伟的楼宇 必归于无有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阿摩斯书第四章 撒玛利亚山上的八山牧牛啊 要听这话 你们欺负贫穷人 压迫穷苦人 又对自己的丈夫说 拿酒来 给我们饮用 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 看啊 对付你们的日子快到 人必用钩子把你们钩走 最后一个也必被人用鱼钩勾去 你们一个一个经过城墙的破口出去 被丢弃在哈门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去伯特利犯罪 在吉甲增加过犯吧 每早献上你们的祭物 每三日献上你们的十分之一吧 以色列人啊 把有效的饼做感谢祭献上 高声宣扬你们自愿献的祭吧 这圆是你们喜爱行的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虽然我使你们各城的人牙齿干净 各处都缺乏粮食 但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曾在收割前三个月 不降雨给你们 我降雨给一个城 在另一个城却不降雨 我在一块地降雨 另一块地没有雨水就枯干了 两三个城的居民 挤到一个城去找水喝 却没有足够的水喝 但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曾多次用热风和煤烂 击打你们的园子和葡萄园 叫蝗虫 吃光你们的五花果树和橄榄树 但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在你们中间降下瘟疫 正如临到埃及的瘟疫一样 我用刀杀掉你们的年轻人 你们被掳去的马匹也遭杀戮 我使你们盈利死尸的臭气扑鼻 但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亲父你们 就像亲父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 你们像一根木柴 从火里抽出来 但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以色列啊 我必这样对付你 以色列啊 因我必这样对付你 你应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看哪 他造了山 创造了风 把他的心意告诉人 他造了晨光和黑暗 他的脚踏在地的高处 耶和华万军的神 就是他的名 阿摩斯书第五章 以色列家 要听这话 就是我为你们唱的晚歌 统贞女以色列跌倒了 不能再起来 她被抛弃在自己的地上 没有人扶她起来 因为主耶和华论以色列家这样说 这城派兵一千 剩下的只有一百 出兵一百 只剩下十个 耶和华对以色列家这样说 寻求我 就必存活 不要去伯特利寻求我 不要去吉甲 也不要过去别事吧 因为吉甲必被掳掠 伯特利必化为乌有 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 免得他向火在约瑟家 猛烈蔓延 吞灭他们 没有人能把伯特利的火扑灭 他们使公正变为苦井 把公义弃于地上 那创造卯星和参星 把幽暗变为黎明 把白日转为黑夜 又吩咐海水 把海水倒在地上的 耶和华就是他的名 是他使毁灭 向闪电临到堡垒 使毁灭临到坚固的城 你们讨厌那在城门口 主持公道的人 恨恶说正直话的 你们欺压穷人 强征他们的无骨 因此 你们用琢磨过的石头 创造房屋 因此 你们用琢磨过的石头 建造房屋 却不能住在其中 你们再种美好的葡萄园 却不能喝园中的酒 因为我知道 你们的过犯众多 罪大恶极 你们迫害义人 收受贿赂 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 为此 聪明人在这时代 坚默无声 因这时代邪恶 你们要寻求良善 不要寻求邪恶 这样才可以存活 耶和华万君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正如你们所说的 你们要喜爱良善 恨物邪恶 在城门口伸张正义 这样 耶和华万君的神 或会恩待约瑟的渔民 因此 主耶和华万君的神 这样说 各广场充满哀痛的声音 街上只听见 哭啊 哭啊 的喊声 人要照农夫来哀哭 找善于哭丧的人来哀喊 所有葡萄园 充满哀痛的声音 因为我必在你们中间经过 这是耶和华说的 渴望耶和华日子来临的人 你们有祸了 耶和华的日子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 那日是黑暗 没有光明的日子 那日就像一个人 避过了狮子 却遇上了熊 回到家里 手铐在墙上 却被蛇咬 耶和华的日子 不是黑暗 没有光明 只有幽暗 全无光辉吗 我憎恨 厌恶你们的节期 也不喜爱你们的节日 虽然你们给我献上 梵祭和宿祭 我却不接受 你们献上肥美的牲畜 做平安祭 我也不悦呢 你们唱歌的吵声 要远离我 我不想听见你们的琴声 但愿公正 好像潮水滚流 公义好像河水长流 以色列家 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有献繁祭和宿祭给我吗 你们抬着你们的神 撒故王和你们的新神 加温的神像 就是你们为自己所做的 我必使你们被掳 流亡到大马士革以外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万君的神就是他的名 阿摩斯书第六章 那些在西安平静安逸的 安稳在撒玛利亚山上的 有祸了 你们是这列国中 为首执大国的领袖 是以色列家所归向的 你们要过去贾尼看看 从那里往哈马大城去 然后下到菲利士的加特 看你们是否比这些国家胜一筹 他们的领土 是否比你们的领土还大 你们认为灾祸的日子 离开很远 你们的行为 却招致残暴的审判 你们卧在象牙床上 躺在踏上 你们吃羊群中的羊羔 和牛棚里的牛犊 你们嫌异地弹琴奏乐 又为自己制造乐器 像大卫一样 你们用大碗喝酒 用最贵重的高油抹身 但你们并没有为 约瑟的败落而痛心 因此 你们将是最先被掳去的人 厌的享受的日子 必要消逝 主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说 我痛恨雅各所夸耀的 憎恶他的堡垒 我要把城市和城中的一切 都交给敌人 这是耶和华万军的神的宣告 如果在一间房子里 剩下十个人 他们都必死亡 死者的亲属和炼葬的人 把尸体从房子抬走 并问那躲在屋内深处的人 还有人吗 那人回答 没有 不要再说话 不可再提耶和华的名 看哪 耶和华下令 大楼就粉碎 小屋也要破裂 马能在悬崖奔驰吗 人可在那里用牛爬地吗 但你使公正变为毒草 使公义的果子 转为苦井 你们以夺取罗底巴为夸耀 说 我们夺取加宁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吗 看哪 以色列家 我要兴起一国攻击你们 这国要欺压你们 从哈马关口直至亚拉巴河 这是万军耶和华神的宣告 阿摩斯书第七章 主耶和华向我这样显示 看哪 替王收割之后 田产又开始生长时 主造出一群蝗虫 蝗虫吃进地上的农产时 我说 主耶和华 求你宽恕 因雅各太弱小 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 耶和华说 这事不会发生 主耶和华向我这样显示 看哪 主耶和华 照来刑罚的火 烧毁广大的深渊 和以色列的地业 因此 我对主耶和华说 求你停止吧 因雅各太弱小 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 主耶和华说 这事也不会发生 他向我这样显示 看哪 主站在一道按准绳建造的墙旁边 手里拿着准绳 耶和华对我说 阿摩斯 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 我看见准绳 主又说 看哪 我把准绳放在我名以色列中间 必不再放过他们 以撒的各丘坛必荒废 以色列所有的圣索必废弃 我必起来用刀击杀伊罗伯安家 伯特利的祭司 亚马歇派人向以色列王伊罗伯安报告 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 这国家不能容忍他说的话 因为阿摩斯这样说 伊罗伯安必死在刀下 以色列必被掠 离开本国 亚马歇对阿摩斯说 你这个仙贱 走吧 滚回犹大地去 在那里 你可以找石 在那里 你可以说预言 但不要再在伯特利说预言 因为这里是王的圣索 是王国的圣殿 阿摩斯回答亚马歇说 我远不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本是牧人 是修理丧树的 但耶和华选召我 叫我不再跟随羊群 他对我说 你去 向我名以色列说预言 现在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因为你说 不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 不要说攻击以色家的话 所以 耶和华这样说 你妻子 必在城中做妓女 你的儿女 必倒在刀下 你的土地 必被人量度瓜分 你自己 必死在不竭之地 以色列 必被掳 离开本国 阿摩斯书第八章 主耶和华向我显示 我就看见 一栏夏天的果子 耶和华说 阿摩斯 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 一栏夏天的果子 他跟着对我说 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 我不再放过他们 到那日 圣殿的歌声 必变为哀嚎 失手众多 抛弃各处 你们要竖竟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践踏穷乏人 又除掉国中困苦人的 你们要听这话 你们说 月朔什么时候过去 好让我们可以卖五穀 安息日什么时候结束 好让我们可以开市卖穀物 我们卖东西 就把生豆弄小 收银子 却又加重了的砝码 我们要用假乘 欺骗人 我们用银子买穷人 用一双鞋 换取穷乏人 连卖穗也卖掉 耶和华指着 雅各所夸耀的启示说 我必永远记着 他们所做的一切 这地 不应为此震动 所有住在地上的 不应悲哀吗 这地 必向尼罗河高涨翻腾 向埃及的大河退落 到那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太阳在正午落下 在白昼 使地变成昏暗 我必使你们 欢乐的节旗 变为悲哀的日子 把你们的歌声 都变为哀哭 我必使你们个人 腰术麻袋 头都剃光了 我必使你们悲哀 好像丧了独生子 自始至终 都是痛苦的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饥荒 临到这地 这饥荒 不是因为没有食物 这干渴 不是因为没有水 而是因为 听不见耶和华的话 他们从这海 漂流到那海 从北到东 到处奔走 要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见 到那日 美丽的少女 和勇士都因干渴昏倒 那些指着 撒玛利亚 亚士玛女神 起誓 或是那些 指着淡的神 或别士巴的神 起誓的 他们要倒下 再不能起来 阿摩斯书第九章 我见主站在祭坛旁 他说 几大圣殿的注定 使门砍都震动 砍掉他们 落在众人的头上 剩下的人 我必用刀杀死 没有一个能逃走 没有一人逃脱 如果他们下到阴间 就是在那里 我的手 必把他们揪上来 如果他们升到天上 就是在那里 我必把他们拉下来 如果他们躲在加密山顶 就是在那里 我必搜寻他们 抓他们出来 如果他们要躲避我 藏在海底 就是在那里 我必命令蛇去咬他们 如果他们被仇敌掳去 就是在那里 我必命令刀剑杀死他们 我必定睛在他们身上 降祸不降福 万军之主 耶和华摸地 地旧融化 住在地上的都要被挨 这地 必向尼罗河高涨 向埃及的大河退落 他在天上建立楼阁 在大地之上 电力穷仓 他召唤海水 把海水浇在地上 耶和华是他的名 以色列人啊 在我看来 你们不是与古时人一样吗 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不是也领菲利士人出加斐托 领亚兰人出吉尔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耶和华的眼目 查看这有罪的国 我要把它从地上除灭 却必不把雅各家完全除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说 看哪 我必下令 我必在列国中 筛以色列家 好像人用筛子筛骨 但骨力不会落在地上 我民中所有犯罪的人 就是那些说 灾祸必不临近 追上我们的人 他们必死在刀下 到那日 我必树立大卫到他的帐幕 修补他们的破口 我必重建他的废墟 使他像往日一样建立起来 好使他们获得以东所余圣的 以及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这是行这些事的耶和华的宣告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耕地的必紧接着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紧接着撒种的 大山必滴下新酒 小山必融化 我必使我的子民 以色列被掳的人回归 他们必重建荒废的城 住在其中 他们必栽种葡萄园 和园中的酒 建造果园 吃园中的果子 我必把他们栽于他们自己的土地 他们再不会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被拔除 这是耶和华 你的神说的 这是一种的 小山 神伙 草 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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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